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是平凡生活的翩翩起舞 或是热烈的渴望打破世俗的生命力 我们探访 挖掘 记录当代故事 听他人 关自己 你同不同意我给你写上名 当然了 那必须的 哪有八般的追着人家 我拿来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太有意义了 谢谢 太感谢了这本书一直以为 二十多年之后 让作者给我签那个名 他太牛了 而且同一个人 但是又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我自己觉得是在世为人的 乌世红是我青年时期的一个榜样 某种程度是我的事业导师 曾经很深很深地影响过我 能不跟人说话就不跟人说话 溜墙根 一口鲜血喷出来 没事 完了接着干嘛就干嘛 什么都干不翻我 一个女性在血雨腥风的商场 在男性密布的国际500强企业当中 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IBM 然后微软 到后来又到了我们自己民族企业TCL 就它这一路 基本上是你在职场的打拼过程当中 能够看到最亮眼的一个答卷 人的初心和所谓的梦想 在大事面前多么的不堪一击 高品质燕窝的燕之屋特约播出 姐 那么来这么早 早的话可以在外面等会儿 咱们现在在这附近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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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跳线无视红 你只想跟他聊的一些话题 这些年很多的事吧 因为我也很好奇 他去哪了都干什么了 他应该是中学的学历之后自学 参加了英语的大专的考试 然后作为当时北京外企服务公司 外派的工作人员到了IBM 在IBM工作了十几年 就从最底层做起到独当一面 就那个时候 外企在中国那种世界500强企业的 少见的中国大陆本土的女性的高管 然后离开了IBM去了当时的微软 同样的又是当时少见的中国本土女性高管 但时间不长 之后去了TCL 离开TCL之后 对于我们公众来说 他就离开了公众视线 那又将近十年了吧 他一直是做对于企业的管理者的 培训教练工作 他对我的影响挺大的 我还带了那本书 待会儿会跟他聊一下 什么情况下 我们启动什么 什么情况下 我们先后 但是这些人干嘛去 你得把人给你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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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大人 嗨 佬余姐 嗨 吴老师在这里上楼 还有她的学员 咱们快进去 坐着讨论的 吴老师 佬余姐来了 哎呀 您好 欢迎啊 看到她我内心是很激动的 吴世红在99年2000年那个阶段非常红 只不过那个时候就是互联网还刚刚开始 如果放在今天的话那他就是最有流量的顶尖的企业界的网红 影响力无比之大 打扰你答应是吗 橘子 我在书里 大会的故事 您好 您好 林萌 您好 您好 抱歉 你们先坐 我们都说到最后的那个行动计划了 要我的时间就是12月的第一个周末 好 好 下个月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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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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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年学的是啥呢 追求完美 从微软那更符合本性 追求精彩 然后职场没得混了 回家来改不了 这两个加在一起不就完美加精彩 就特别闹心了 就是自己要做一点什么事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闹心 那洪燕给我打一下下手 我可以洗个什么东西 切个什么东西 你给我摆一下这个水果摆出来 对 就摆在这儿 我在那洗个手 您是做得很好 只是很少有时间 我很少自己做 因为我自己吃的是相当少而单调的 我是吃素 所以我最骄傲的就是 我一个吃素的人 发愤要学做饭 上手就是大肘子 因为你来的客人要吃 那您真好 一般的话 有素食的朋友的话 我们都会跟他们一起 就偶尔吃一下 照着 稍微冲一下 有时候我那个阿姨休息的时候 我会自己煮方便面的 我愿意给朋友做饭 但我不给自己做饭 太麻烦了 对 我觉得一个人做饭的 那个动力就会少很多 酒 生酥 一滴滴 老怕你磕到头 还好 姜姜没那么高 刷锅 这个我端过去吗 可以 但是我希望一块上 好 我发现一点 就是每一个成功的人 他一定都是个很独特的个体 吴世红就是这样 他的独特从我们在见他之前 就在联系采访的过程当中 他会提出很多他的要求 比如说你们可以来我们家拍摄 但是我要限制人数 我们到了他的家 因为我知道拍不到脚 鞋上套一个鞋套就可以 然后他看到我就一定说你要换个拖鞋 老你家去换拖鞋 或者把这个鞋套拿掉 好 我换拖鞋了 太不相称了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一起做饭 然后吃饭 我可能就比较随意一点 会觉得做完一个菜 我端到饭桌上去 他说等一下 我希望能够我做完之后 我们一起端上去 都要这么摆 挺好的 你把它放到那边 肘子一定是CV中间 来 端肘子 OK 就这是我的家 我请你们来拍摄 你们是我的客人 那我很温柔地请你们按照我的习惯来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就这个细节 让我会觉得吴世红这么多年 他依然是当年的那个吴世红 你真觉得每个人 是有自己的一个时代的吗 你这个问题 我得这么回答 他每个人是多面的 就像教练里面说 每一个人是全人 我可能跟我的一个教练伙伴 是因为他是创始人 我跟他签的这个教练的合同 他也可能是这个老板 为他的高管来找的 但是高管也好 创业者也好 只是这个人的一个侧面 我至少会认为 每个人在公众面前的 这个是有一个时代的实现的 同意 我还蛮严谨的 我觉得对 但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可惜 其实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宝藏 我比原来更宝藏 对 但一方面你像是一个就是 大隐隐于世一样的 一个狭隐 也不愿意出山 然后外面的人 他其实因为年代 救援也不知道 但这样的一个宝藏的人 有一身武艺的人 其实应该把这个武艺 再传给更多的人 这其实是一个可惜的事 我也许有武艺 现在可能这个武艺有一点 说不说得上炉火成青吧 应该是比 当初奋战在一线的时候 应该是要纯粹了很多 但是现在如果有人发现 要我去做 我愿意吗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 这一辈一辈的吧 有缘人吧 我现在真的是很严格的 工作时间 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我另外三分之一 读有用的书 学有用的技能 每天早上起来 是开心的 休息这个教练 应该是比较入了正道了 但你从起步开始 很长一段时间 你并没有教练 你就是自己一个人 一直往前冲 对 我穷到说 真的买不起这个新的鞋 然后大病出狱之后 四年基本上都是在家里 穿拖鞋 把脚位放大了 哎呀妈呀 穿着鞋挤的 穿了一年多那个小鞋 那就是我唯一一双皮鞋 猪皮鞋 就是你知道那种 我知道 大皮而立 所以一开始的初心 是多么的简陋 多挣一点钱嘛 我要能买双鞋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然后呢 我就开始要投简历了嘛 又要照片 真不开玩笑 那会儿三十几块钱工资 我照个照片 就好几块 不行啊 我那个工作证上 上面贴一个一寸的照片 棋缝处还盖着蓝章 我就把那个撕下来 拿酒精把蓝印弄掉 再下面加上一句 若不蒙给予考试机会 烦请将照片寄回 问题那照片 那要是大美人也行 就绝对是满月脸 你知道吗 这样的 后来我去 我从而外企的谋犯员工了嘛 他们就把我当自己人了 跟我说 我们就传阅 你能看出这人有点什么吗 有的人干脆说 怎么那么丑啊 他还让照片给他寄回去 说咱把他叫来看看 这么着 我说真的吗 要不然你们就不会给我 考试的机会吗 你说你反正在那条件里 不算怎么抢的 毕竟只是一个站台票 我说这张破照片还救了我 所以打开门的方式各不相同 但最重要是打开门以后 你怎么做 你怎么样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所谓的初心 就都是朦胧的 没有谁从一开始就很 慢慢长起来 是 那个时候我怎么可能有所谓职业理想 职业都是刚刚开始的 对 我们要先有一个职业 一个环境 有一些对标的人 当时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说我这一路 就是从自卑到自信 到自尊到自大 到往自尊大 然后再回到 有一些基于常识的自觉 第二年我就转了 专业学员了 这个生活现在过得 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我想更好 那个时候是属于 IBM誓演一下 本地的员工 除了这个七叉到水 司机行政 可不可能培养一些 而进IBM 不管是哪个大学的 常青藤的还是怎么样 反正基本上都是 这个IBM Universal 就是全球都这样的 三张卷子 相当于智商考试 所以后来我在想 题我都看不太懂 我怎么就考过了 我真的有点相信 道圣和夫说那个 职场有神灵 那就碰巧你具备 只是你自己不自知 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考过了 然后他们就 IBM是特别要 政治正确的 所以他要征求我的意见 你介不介意 再给你加一门考试 因为我底太潮了 对吧 实在也没有好大学 什么毕业的 那个太单薄了 我说没问题 没问题 只要让我考就行 最后要考的是 编程 我都没见过计算机 这么一楼书 全是英文的 两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了 我连第一本 那个通识的 概论的一半都没读完 全英文的 我有没见过这东西 很绝望 我就又考过了 你知道怎么办 所以所有的成功 都是不可复制的 你现在这个年代 这样的世界 五百强大的企业 说让一个年轻的 一个没有任何文凭 背景的人进来 还从底层做到 我清华的 我可能还排队进不来 他怎么可能 所以我觉得聪明是有的 运气是有的 生命也是有的 我真的信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有25年 专注高品质燕窝的 燕之屋特约播出 我说这旁边 要住一个老头 什么感觉 我觉得还是现在好 我爱了这个人 这个人一年到头 公司的事情总比我重要 要不然先要一孩子 人家不干 鲁玉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玉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节目由豆本豆植物有机豆奶灌名播出 豆奶牛奶换着喝 营养更均衡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由25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的燕之屋特约播出 真好 特别欢迎你来我家 谢谢 你自己了 我不管了 对 您是真的爱吃肉 所以您日常就是吃的豆腐 然后鸡蛋什么都是OK 豆腐鸡蛋海鱼 那天我坐车路过那个长城饭店 长城饭店现在就完全没有人气了已经 真的吗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五星级酒店 天哪 第一次看转门 特别怕进去就卡住了 在那偷偷地看了得有时间 我知道 就像咱们讲说跳那绳 什么时候冲进那个绳 你要找那个契机 人家都很优雅就进去了 但是我怎么觉得那么 我进去肯定被夹着 其实我去IBM公司可能是 半年都能不跟人说话就不跟人说话 溜墙根悄悄干我自个儿生 所以到后来很多人说我张扬 我就会恍惚 我原来真的是一个特别腼腆 没有声音的一个人 对 一直这个张扬就跟着我这么多年 直到我消失那么多年 在出来做直播的时候 突然好多人 他现在怎么这么温柔了 居然有人把温柔 用在我身上 我觉得笑死我了 好吧 人是可以变的 有一天特别神奇 有一个直播的采访说 可以问问就是 爱情观或者怎么着 其实就有点想八卦兮兮的讲解 我说你随便 你问任何的问题 我是可以选择我回答的方式 甚至选择回答不回答 看完这个信息之后 我就突然 我一平常就坐在那儿 有腰靠那点 我说这旁边住一个老头 什么感觉 我觉得还是现在好 像我姐跟我姐夫 就是他们是那个改革开放 然后大学复招之后的 第一批大学生 人大的 等于是校园的 sweephard 到现在两人还跟 就是同学似的 就打情骂俏了 比如说他俩 就是过年过节的 然后我们在这吃饭 然后我又说吃完了 两人做的 然后等会我去端菜 一看出来 就两人就在那儿 打打闹闹的 就是他给他起个外号吧 什么他给他起个外号 就那样 一块过几十年了 居然都不烦了 也挺神奇的 对 我到后来 这个十多年前 还有朋友 都问你 到底想找一个什么 我说现在没有 什么任何条件了 就能说话的 这是个好高的条件 所有人都这样说 我说话不烦的 或者烦的时候 可以不说话的 所有人都说 这也太难了 因为他们知道 我是不停地吸收 这个新的东西 一直赶着同频的进步 后来我就说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苛刻 比如说吧 这人是干地质的 干考古的 只要他是那个 我不懂的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也挺好的 说你这奋发一会儿 然后把人又赶上了 然后又觉得人说话没劲了 那怎么办 我说那就算了 反正咱也没落下过什么 对吧 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阶段 对 我觉得不同阶段 人的需求是不同的 对 我现在要写 逆风飞扬的增定版 我不想说任何其他的人 我就想说我自己的 失败的这个段经历 就是当初逆风飞扬 是很多人看见 哎呀他那么底层 可以这样 我先告诉你 他这样 他太自大了 他可以这样 还是可以起 想起来 我说我都好了 其实我是把他们已经埋葬了 你知道吧 哎呦呀 还是有点痛 行不行 行 可以 所以这样的话 多个几万次 他已经又是很丰满的一本书 我们小时候我会觉得 逆风飞扬这个书合上以后 我就认为这故事就结束了 就圆满了 但其实很多事情是在书合上以后 它其实才又开始另一张 说起来你可能都有点不信 其实在外企的工作的人 有的时候心里不那么舒服 就是你明显的跟这个老外门中间的待遇也好 这个晋升的通道也好 差别太大了 出来经常被人嘲笑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八九年九零年左右吧 我去山东的一个客户那儿 收软件租金 我们是被培训出来非常庄重的 大冬天的 穿着靴子 然后那会儿也没什么薄暖裤 你就要穿一个薄的样子 或者大衣在大门口 人家也不让我进门房 门房里边暖和很多 找什么主任 什么主任就不在 因为知道是IBM来的 估计就是干这事的 好不容易接见了 握一下手 她都已经 因为已经跟冰棍一样的了 她坐坐坐倒点热水 但是稍微给了一点笑母 一样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能气死 挺好的小姑娘 怎么干这事 我干嘛了 我干嘛了 那会儿真的会是这样的 你是给外国人做事 但你在那个环境当中 你要自己要成长 就有时候这种自尊心 你需要安抚她 这也是一个每天都要 接受跟学习的一个过程 是 开始的时候 燃着 等到我也变成中层 或者怎么样的 自尊的时候 真的有的时候是 over自尊的 你知道吧 就是点火就知道 没说什么的 就记得特别清楚 我当二线经理 我负责销售的 然后我得有一个SE manager 受钱支持主要是 那个是一个台湾出生 美国长大的一个女士 所以她很美国话 她说话又特别慢 动不动我们开着会呢 然后她就说 Well in the United States we怎么怎么样 我们在美国是这样的 第二次说的时候 都开会呢 我说 Here is not the United States 你搞搞清楚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她人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我当时的自尊 你知道吗 我是中国人的代表 这个任何时候 我要怎么样 我就over自尊 她说 真的 Juliet 那个时候太 mean了 你对我特别坏 对她 对她想事挺狠的 再往后 职业理想 不是企业成就我 我想成就一个 什么样的企业 所以人的这一路 一直说初心不改 我觉得是荒谬的一件事 人是在成长的 初心也可以是 不断地修正当中的 对 这就是从自己开始生存 然后我要归属 然后被认可 然后要成就 有我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没弄好 也挺麻烦的 但那段过程是 还是很爽的 爽 但是你那个爽的 那个保鲜的那时候 越来越短 刚给我提拔的时候 我能偷着乐好久 太好了 我也是有独立办公室的人 再往后的话 说你是总经理 总经理可就不是临时人民了 要提前考察 所以第一次当总经理的头的 这个头衔的时候 好像就没什么感觉了 到微软的时候 那感觉被我自己想得小很多 你知道我在微软 我做一个比较漂亮的 就是独自创作的事 就是Windows 98的发布 一到微软 好像伙伴天下 因为是做软件的嘛 所以联想啦 方正啦 什么这个国内的一大票的 全是我的活着伙伴 都是大佬做的前排 看怎么做产品发布 都不会呢 我觉得好玩 就是在这两个最大的软件公司 真的是义不压身 对 你这个故事 就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最喜欢的 又是个大女主的故事 它里面包含着一个年轻女性的 就是这种自我成长 奋斗 然后打破所有的偏见 在一个没有前辈 可以让我去学习的一个 没有任何余音可接 没有 我自己去杀出一条血路 这故事特别符合 这个时代的讲述 我觉得现在就圆满了 然后它不是逆风飞扬吗 然后它折起沉沙了 然后又出来了 其实所谓逆风飞扬 所谓折起沉沙 它都是未完待续 都是to be continued 对 是的 所以我不后悔 损失了特别多的东西 但是不后悔 损失了什么呢 孩子 过了这个时间了 不能再生了 我是一直想要的 而且你总得碰一个 还看得过去的男人吧 然后就那么就耽误了 也就是说 你在飞速的发展 事业的那个时候 其实碰到 可以和他要孩子的那个人 有 但那个时候是因为事业 因为工作 没错 我能人家不干 人家说我争不过你的事业 为什么要争事业呢 这好奇怪 男人就是这样的 只有不是比赛 他就觉得 我爱了这个人 这个人一年到头 公司的事情总比我重要 我说咱们要不然先要一孩子呗 人家不干 人家说要的是 自首一生的 这也挺神奇的 而且他居然是一个英国人 还这么老派的 特别逗 我觉得这是 我想想人生当中 我会觉得有一点遗憾 但你不觉得那时候的那种 所谓的错过失去 其实本身也是一种 你不自觉的一种选择 就你还是选择 绝对是选择 孤独的时候 有吗 有 就是凌晨才能睡 两三个钟头的时候 关灯的那一会儿 然后就没时间孤独了 就得上好两个闹钟 蹭就窜起来 今天是什么 没时间忧伤 有的时候甚至是 看着大好的春光 有的人就坐在外面发呆 我就是有一点优越感的 你看我 我在忙事业 我在创造 对 那会儿你知道在广州 那会儿在IBM华南的时候 比较中心那块 你坐车是特别不便的 所以要走过街天桥什么 可能是还最方便 我是华南的总经理 穿一高跟鞋裙子 在前面叹叹叹叹叹叹 一回头 后边那小个的广东的男同事 在那儿好像还注意 还注意不上 原来是那样的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 当年那个Julian 以种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她 身体真好 我会说真年轻 然后你又成功 然后你又好看 还是挺得意的 工作中的人就是很美的 是 是那个精气事 别提多好玩了 我1999年的12月去上班 转过来2000年5月份 财富论坛在北京举行 你知道我跟谁俩一块做那个panel 刘传志 马云 马云 香港小超人李泽凯 李泽凯 说的是新经济和传统经济 半道 就上了一会儿 跟李泽凯在那儿说 那要保持向前吗 但是这余光能看得见呢 然后李泽凯在我眼前这互联网泡沫就破灭了 琵琶呆响 然后我跟马云在台上脱口秀 就进入越来越内忧外患极度艰难 一崩就是两年 崩不住了 我那个时候到后最后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我能养活我的团队 我能立得住脚 我们要代识而发 但是TCL那么一个传统的一个企业 本来利润就很薄 体量也很小 养不住你这一批人的 不管当初说的多好 而且毕竟坚持两年了 这个毒素可够大 就内功了 从你的内在释放出来 反求诸己 把自己拆开给求死 因为在那之前 你有一个功课 你从来没有做过 就怎么样面对不如意和不顺利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 就是觉得这个人的初心 和所谓的梦想 职业 理想 在大事面前多么的 不堪一击 不值一提 你日常在家里面活动区域 主要是一楼还是二楼 现在一楼多了 一般像这个下楼我就不太上来了 现在原来书房一天在那搭很久 从里头往外看 原来我的书桌在这儿 后来书就放不下了 添了这个 这个 还不够 你往地下看这都是一堆一堆的 然后这边大概是以历史武侠什么的 狼牙榜青冰人都有的 甄嬛传的那个都有 哎哟妈 这都快坍塌了似的 然后这块我就得等到我再奋发再去整理一下 这个是我爸爸那个时候的照片太少了 我长得像他 对 一般女孩都是像爸爸 只有我白天 很像男的 这个是戴着眼镜病刚好的时候 病刚好时候蛮瘦的吗 你书里面写当时就是 满月脸 但是身上很瘦 这个为什么留着呢 一个是照片很少 另外一个是这个是不怎么显胖的 吃激素吃四年那脸是横的 这些是身体结果吗 对 这是我妈妈 你跟你妈妈也像的 像她更多一点可能 我小时候像我爸更多一点 这是我 我俩是我爸的亲的 这三个是同母义父的 你的哥哥姐姐们也都在北京 在不来往了 我比较骄傲的是这都不是摆样子的 比较值得留的都读过 你看看我这个 这个 我的所有朋友都说 这个是老东西的 一百多年了我 四十通堂 对啊 你知道我那会读老舍的小说的时候 四十通堂 我拿着那个封堂镜在这儿 他们住哪儿啊 他们应该是在 原来的宣武区的那块 应该是在这儿 这一块 它这小拐弯的都在 人家真的是按比例弄的 很有意思 差不多 然后在楼下的时候就在吧台带着 你知道这设计都是我的吗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又冒出来一点点小天赋 你知道为什么就非得一定要这样的吗 第一 我不喜欢亮晶晶 然后第二呢是那个栏杆 先是出来的 我要找一个跟他配的 你说这咋配去 然后就光齐伯格登城 就为了找这个就配上了 07年的5月吧 核絮的很开着窗 不冷 看着我们家前面的那俩娃 毛毛格格都是科卡大耳朵那种 在那儿院子里扑柳絮 觉得真好 然后突然就飞快了 我在家待多少年了 我干什么了 然后就三个字在耳边大响 混日子 头发根都起了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不成这怎么行 嘣就冲出去了 然后你就开始接触相关的人 一看他要创业 那太多的机会了吧 就这样 说起根因呢 这次创业的初心就不怎么正 初心是什么 初心是我必须得再伟大一回 我都寻找了六年了 当时的自大事足够了 我觉得那么多人 什么人呢 都能创个业 都能成 那咱这带着这一身武艺 好家伙 07年创业 08年金融危机 对 原来说好的钱 没了 我就自己一点都没什么感觉 我就把自己的钱往里头放 只要还有人投资 我还就不信 我找不着了 垫着垫着 没了 那我再借一点 反正也开始有紧张了 你所谓的没钱的概念 是真的每一张账户里面 都没有钱了 对 加起来就是几万块钱 我说 哎呀 这是怎么办呢 绝不给自己那个可能说 关了吧 为什么不 因为总是感觉要接近成功了 还是说在你的字典里面 退缩这两个字是不存在的 它代表着我认为失败了 我后来学教练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属于是带病求医吧 就是你此生至今取得的成绩和成就 最重要的内在的因素是什么 写各种的词 努力啦 聪明啦 什么什么 就是这种 我发现全是表象的 最后找着一个 我知道就是这个了 我怕失败 不高大上一点都不高大上 但是就是他 我以为我在别人眼中 曾经有过的成功的那个样子 不如那个就叫失败 你说可笑吧 十几二年了 早都忘了你了好吧 你还自己以为 我曾经在人眼中是这样的 我只能比那个更好 我就跟自己过不去了 然后我就抑郁了 然后我还想死 我笑死我了 你抑郁的那一段时间最严重的 有多长时间没有走出这个房子 三个多月吧 不出屋门的 四五点钟我就是上楼了 光脸全拉起来 我假装是黑夜了 手在这个皮肤上 说到时候如果我再近一点 那个皮肤是应该是量到什么程度 我明明摸着是温热的 我再起来一点 然后就你知道吗 就这种特别病态地去琢磨 与死亡的想象为伍 一天十几个小时吧 好像是不得已下楼了 我那个不得已是什么呢 如果我连楼都不下了 我估计我阿姨就要找我姐来了 朋友如果电话 不接 电话响了 她给我口型说 比如说是谁 一个字都不用 就这样 你没有本能地想 我应该去医院去接受 我说一下好像就劲道很重了 反正病得不轻 死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死这么多回了 我真的要很珍惜了 我不能再糟他们一天了 糟他一天都不好 大马鸡挠得这么 这好像有点对 这感觉 挺酷的 我真的把我的房子 数回来的时候 我的层者上 某了不够五位数了 非常的骄傲 从富翁到平民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节目由豆本豆植物有机豆奶灌名播出 豆奶牛奶换着喝 营养更均衡 您是想让我打一段吗 很吵的 没问题 然后我酷一点 我把这个给我换一下 我穿个这个 皮的那个裙子 是 我就觉得第一次就坐在这个裙凳上 大马鸡挠得这么 这好像有点对 挺酷的 挺酷的 开始了 好吵 开始了 好 好 这个很治愈的 治愈吧 治愈 我感觉特别释放 我刚开始的时候 把老师都气死了 你这是平四啊 你得这么留那种亲的劲 我说 哦 好的 老师觉得打得太端庄了 太端庄了 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爱他们 这个的确 好了 好 换个地方 你知道现在人活都是很焦虑的 就我有没有这份工作 我有没有工资 我房贷能不能还得清 就纯经济上的压力 这些焦虑你还有吗 比如说生存的压力你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是在哪 我真的把我的房子 数回来的时候 我的存折上 某了不够五位数了 这个时候我心中充满喜悦 房子回来了 因为你要再去过户啊这些 一年多以后 六位数接近七位数了 牛嘛 还能挣钱啊 我姐夫花不了那么多啊 我非常的骄傲 从富翁到平民 到平民 到回到平民 到有安全感的生活 我现在是怎样 我该买的商业保险我买 然后我自己尽量地注意 我万一哪一次体检出了一个什么癌症 看看能治就治 不能治就该吃点什么 该干点什么就挺好的 我给我挖的什么都够 然后有你特别爱的工作 书看不完 买还那么奢侈 有勤有骨 可以了吧 还有一点你会发现 你是被这个时代 被这个社会 被这个行业需要的 笃定的 人生本无意义 活好每一天 把每一天活出意义感来 才是这点意义 所以我其实特别不喜欢 把一个就曾经特别风光过的 一个成功的人士 用一种很悲情的色彩去看他们 我觉得这一段路程 就是得这样 才对 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决定嫁人了 人家都安排好了 订婚仪式 然后我临时窃场 我说真的 咱们再延期吧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就年底的总结 那这个人后来就是说 我跟你们公司争不到你的 就是那个 那难怪人家有那样的 我现在有点理解他 好多 如果可以修改你人生某一个篇章 或某一个决定 你会修改什么 我要考大学 我很想上大学 你知道什么叫YYDS吗 永远的神 YYDS是被别人说我 那是YYDS 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以为是坏话 你知道吧 我跟巫师红相处 差不多大半天的时间吧 我看到的 他那天状态是很忙碌 很丰富的 这次采访他 两个职业女性的对话之外 其实我很多程度是远我当年的一个梦想 就这个人曾经在20年前很深地激励过我 也可能他某种程度地塑造了我对于我后来人生 我的事业 我的个人生活的选择 我的坚定 我不知道 但我认为他一定有 我在忙事业 我比原来更宝藏 但是我想更好 就是很感谢他 曾经作为榜样 在我的生命当中存在过 三餐不规律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您是否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呢 鲁豫有约一日行 接手豆本豆植物有机提醒您 每天两杯好奶 豆奶牛奶换着喝 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均衡饮用 营养均衡守护您的健康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熟悉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 参与鲁豫有约一日行话题讨论 分享你的观后感吧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上优酷视频搜索鲁豫有约一日行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上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搜索鲁豫有约一日行 观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上凤凰网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新闻网一号 腾讯看点半导都市报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综艺网 头条娱乐 查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下载Zaker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腾讯看点 还有APP 小约APP 制约APP 获取本节目更多信息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 上好看视频 看鲁豫有约一日行 和竹芒一起看 鲁豫有约一日行 与人生美好有约